Rrrr 沒想到現在進行的國際演賽就會 找我做預測 真是有點不怕死啊 我們都知道歷年來台灣成績最好是在 12強嘛對不對 可是經過我這幾天細心的觀察 老實說台灣晉級的機會是很濃厚的 因為畢竟在我們小組賽的時候 我們已經先贏了哈薩克 雖然說我們小組賽裡面有勁敵 芬蘭有Sero成績 不過只有一個Sero 怎麼可能打得贏其他人 頂多拿個一小分嘛 但是我們也不能妄想說能擊敗他 所以我是覺得台灣人應該是保底 第二名出現 第二名出現就已經有16強了 所以我這次其實還蠻看好台灣可以創造 比之前還要更好的成績 那我預測本屆的市場 其實我稍微看一下名單以後發現 這個法國有點實力啦 法國 韓國 還有這個美國 還有波蘭 應該是這一屆最有機會的最後四強名單 那我們台灣呢 我自己 感覺 等等我現在感覺不是很足夠 我先喝一口飲料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不要忘記了 感覺來了 我覺得台灣這一次小組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可以進到前八強 而且我今天在跟NICE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說一個禁言 他說 唐老拉非常有自信可以擊敗Sero 他們已經各種做球 那我相信台灣應該會取得比之前更好的成績 所以大家請敬請期待我們接下來台灣這個比賽 應該可以進到前八強 週末